这个也是他2010年的时候的作品 陈同学从小就展现绘画才能 沉浸在线条和色彩的世界中 画画能让他静下心来 画画带给我的感觉就是 就可以专注在一个东西上面 然后暂时忘记其他的东西 就可以比较放松一点 家庭因素使然 妈妈不常在身边 陈同学和爸爸一块住 小时候来学画画他都会带我来 他都会每个礼拜都会带我来学 回想爸爸在惹自己来学画 那个时候很开心 随着年纪见长 亲子间难免有意见相索的时候 有时候我跟他讲话 有时候他做错事还是怎么样 有时候我讲话会蛮严厉的这样子 对他要求也蛮严格的 对 可是有时候会觉得蛮矛盾的啦 有些话在心底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画画搭起沟通的桥梁 所以你知道爸爸的意思是什么 懂 我懂就是他关心我 最近这几个月我们开始养猫蜜 他就常常跟猫蜜玩 我们就会常常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聊 有看照片 就是动作的时候自己想 精准捕捉猫蜜的神情 陈同学在儿童福利联盟的协助下 持续学画精进 此期之工也长期关怀陪伴 我们有好几个师兄 师兄一起都在这方面的关心 还有师兄 他晚上放学回来会给他做刻意的辅导 陈同学说以后长大 若有能力想义务教导想要学画的孩子 就像别人帮助他一样